多方寻找无果的刘美丽来到舞台 希望能与孩子们见上一面 那么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的李建伟究竟去了哪 他又为何选择这样决决的消失 而不让孩子们与母亲见一面呢 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是在夺你吧 也许他及他们家里人遇到了什么样的大事 然后呢要去处理 甚至于是不是孩子有什么事情 不知道 或者你老公有没有事情 也不知道哦 请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孩子和爸爸都没来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我还会去找 找回来怎么做 找回来好好陪着孩子 你如果今天爸爸带着孩子来了 爸爸却依然说 他不愿意让你与孩子相见 请问你怎么办 我有权利见我的孩子 你准备用法律的武器是吗 对 好 这算是说了一句还算靠谱的话 第三 如果父亲来了 是因为父亲本身得了重病 把三个孩子抚养权全部都给你 你能够接受吗 能够接受 独自抚养的可以吗 可以 你准备怎么养呢 让自己的家人帮助你吗 还是你一个人独自带着三个孩子 家人帮助 哎呦 刘美丽啊 你长点心吧 别以为哭了 大家就会同情你 同情之后是更多的生活的现实 此时此刻我倒是更担心 这三个孩子到底怎么样 这个父亲 带着这三个孩子有多的接 多么接 我最担心的是这个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